欢迎来到认识耶稣 30天马可福音灵修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3章31节到35节 马可福音3章31节到35节这样说到 那时耶稣的母亲和他兄弟来 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他 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 他们就告诉他说 看啊你的母亲 你兄弟和你的姐妹在外面找你 耶稣回答他们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兄弟 就环视那周围坐着的人说 看啊我的母亲 我的兄弟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 经文就读到这里 今天看了这一段经文 我们就必须要与第20节到21节一起来看 因为我们看见 在那边记录了耶稣的家人 确实是来找过他 甚至还拦住他 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已经癫狂了 所以呢这一边31节到35节这里就提出耶稣的母亲 还有他的兄弟跟姐妹都一起的来找耶稣了 所以正当耶稣还在屋子里的时候 他的家人就打发这些的众人去告诉耶稣 他们在屋外 耶稣知道以后 并没有马上的离开众人去到他家人那里 反而耶稣对着众人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兄弟呢 难道耶稣要当众否认他的家人吗 弟兄姐妹 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知道 耶稣在后来的时候有讲了一句话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就是在35节耶稣说凡遵行神旨义的人 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了 当耶稣出来向这个世界来宣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讲道的服饰是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服饰 甚至呢我们也知道呢 这个讲道的服饰是耶稣主要的服饰 但是耶稣也很清楚的知道 他对这些的百姓说了这么多 最后是希望这些的百姓可以遵行上帝的旨义 因此呢耶稣在这边提出了一个非常实用 或者是一个很直接的说法 那就是身为神家里的人 或者在神国里的人 我们乃是那遵行上帝旨义的人 如果是我们听了我们又遵行的话 我们就好像马太福音所说的那样 我们就是那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 大雨来 大水冲 房子都不倒塌 非常的稳固 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很常都有到教会 我们去听正道 我们也常常的研读圣经 查考经文来寻找真理 我们知道当我们越了解 或者越明白这位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越想要服侍他 因此耶稣不单只是要向百姓说明天国 耶稣更是要实践天国 实践天国就必须要这些听到的人 去执行 去实践 去遵守上帝的旨意 而且我们都在神国里面 彼此服侍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会让我们超越了这个血缘的关系 在属灵上 大家都是一家人 所以耶稣甚至说 看啊 我的母亲 我的兄弟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盼望我们今天可以真的去执行 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事情 把耶稣的教导 活生生的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家人朋友当中 去见证耶稣基督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有这个生命的盼望 我们也感谢你 主啊 我们可以聆听你的话语 求主帮助我们 也求圣灵带领我们 让我们听了主的话语以后 我们是一个行出来的人 求主帮助 求主带领 但愿我们是那个遵行神旨意的人 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谢谢大家收听这个认识耶稣的播客 若是你觉得这个的灵修帮助你 也请你向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分享 谢谢大家 愿上帝祝福你 愿上帝祝福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